何久在娱乐圈很受欢迎,丑闻又少,可谓是没有差评的男神。 大家都知道何总身兼大学教师、娱乐主持人、演员和歌手, 仅由知识、健合力、机智、喜感为一声,何久在娱乐圈很有资历, 很多人称他为何教师,无论是主持人还是导演, 不管他身边的合作伙伴如何更换,中国电视行业环境如何改变, 即使你的年龄增长,何久也会站在芒果台的舞台上, 18年中实地保护平均年龄,不到22岁的观众的喜悦和悲伤, 无庸置疑,经验丰富的娱乐八卦网友, 只要他们在小时候都看到过快乐大本营, 就会对何老师热情体现,永远不会让人不舒服的形象记忆深刻, 几年来快把主持人开始走出芒果台,去更多的节目和多方面的发展, 作为台柱子的何老师更受追捧。 在看何何久的微博时,你会发现何教师,简直,就是一个网瘾男孩, 基本上每天都在更新他的微博,细心的人会发现何教师的微博, 时常为好友的影视,歌曲作品免费宣传,何久还会配上自己的文案, 近日何老师却因为这种好心办了错事。 众所周知,何老师和林更鲜,阮金鲜等人都是好朋友, 可这些好朋友竟一起出现在电影《敌人节之四大骗王》, 并在树架的高峰期上映,何老师应该是想站在朋友的立场帮忙宣传一下, 拉一拉票房,没想到却太上市了,原来,这部电影是由华一兄弟出品的。 在之前范冰冰姐弟被限制出境,并帮助范冰冰公司, 从事财务屏障财务造假被拉下水了。 目前的负面消息很多,逃税的敏感话题正在风口浪尖, 但是,没想到微博一发出就远路了网友,遭到网友的怒骂, 被网友指责没有道德底线,抵制偷税路税洗黑钱, 并抵制华一兄弟所有电影和股票。 还有很多网友直言要脱粉,微博评论区的利息可以说是非常重了, 在这种情况下,也许换另一个人可能,就不会处于这样的境遇, 原因是何老师自己代表着正能量的主流观点。 这次何老师真是好心办坏事了,网友的评论辱骂之言, 真是难以入耳,我就不在这里记说了, 还有读粉说,这是最后一次叫你何老师,希望你赶学贵账等等。 事实上,明智的网民仍然占大多数, 虽然他们对何老师表示失望, 但他们仍表示愿意,相信何老师只是一个滑手。 最后,何老师仍然选择在网络暴力下, 为了贫富重怒,删除了这条微博。 然后何老师帮朋友沈腾宣传电影西红柿首富, 网友们还是挺买账的, 都说他们会如期在电影院里站坐。 何老师一直是个善良的人, 也是挺些朋友, 我希望这事不会对何老师产生太大影响。 特别是作为公众人物, 仍希望何教师在帮助朋友推广时尽量避免敏感话题。 毕竟,娱乐圈有网友制定的游戏规则, 我觉得这件事也到此为止吧, 何老师仍然是何老师, 那个一直没改变初心的个人导师, 也对何老师表示深切的同情。 毕竟, 他是一个娱乐圈几乎没有差异的艺人, 您如何看待何老师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。